好,各位老师,各位权友,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讲一个战装 因为我们校区由于疫情关系呢 就是说那个顾老师还有其他同学呢 也不方便过来 所以呢,我今天借着前几天这个上饶 张朝芳他们团队在练习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正单边这个动作 我顺着这个无限权友 无限权友呢 他问他这个战装和抱球的战装有什么区别 那么今天呢,我主要讲一下战装的问题 其实战装呢,每一个同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练习太极拳 每一个动作随时随地站下来 就是战装的问题 那么只不过我们这个三元式 三体式是比较最典型的战装 那么所以呢,比方说我们平时一般初恋的人呢 要求这个三元式 上次我讲了前后左右上下 那么有些人呢,把它称之为抱球 有些人把它称之为抱树 那么其实呢,从我角度来说呢 就是要把它变成立体型 所以呢,跨向后,手向前 两走向左右,虚灵顶近,气成丹田 然后呢,还有几个部分 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我讲了六个部分 希望大家往前面去找那个内容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典型的战装动作 是帮助养气的 第二个呢,是三体式 三体式呢,也是这样 跨向后,手向前 走向左右,虚灵顶近,气成丹田 这个也是战装 这个战装主要是帮助推手以及闪手动作 那么,其他所有的动作 包括我们练习正丹边 这个动作我们可以说 站装作为前提 然后正丹边 那么比方说 我们练习白鹤亮次 你站在那里 这就是战装 这就是战装 哪怕是我们云守 云在这里 这就是战装 那么这个战装和前面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 我们从 记法 心法 无违法 三个方面去理解 体会 比方说 我们练一个云守 他这个 云守 那么前后 左右 上下 你站在那里 那就是战装 从一个形 也就是记法的角度 然后 你练到顺了以后 就是去想象 云 是怎么样子运动的 他这个动作虽然是云守 但是呢 你想象了 这个手臂 这个皮肤 包括整个身体化开 像云的样子 我们的心理 心态 想象在云的状态 这就是心法 这就是心法 比方说 我们白鹤亮次 在这里 白鹤亮次 我这个是动作 但是我转念一下 变成好像是一个 白鹤在大海上飞的那个感觉 那就是心法 所以呢 我们 动作可以是一样的 但是呢 心态 心理变化 比方说 我们打拳 一个动作放在那里 这就是战装 然后呢 你想象有对敌的意思 那么 就是心法 就是心法 那么所以呢 它可以是千边万化的高碳 也是这样的 斜飞式 也可以变成战装 合起来 预备 登脚 也是这样的 你只要把这个动作 放在那里 就是战装 用意 有一个用法 就是心法 就是心法 那么到最后呢 连这个心法都没有了 到无违法的阶段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放在那里 就好像飘飘荡荡 浪里砖 也就是佛在水上 自然的 哪怕我有这个动作 是自然的 好像是观照 一个鸟在飞 不是鸟主动的飞 鸟主动的飞 叫心法 好像是一个太阳 照着这个鸟在飞 那就是无违法 或者说 我们的心 我们的观照心 是在看任何的状态 比方说 一片云 比方说 水的流动 比方说 水的波浪 比方说 水的漩涡 这些呢 都是 无违法 所以呢 我们不要 拘泥 以 名称 要通过名称 去理解 它的用法 也就是意义 叫心法 然后呢 然后呢 你把它 练通了以后呢 就变成 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 那就是 无违法 所以呢 太极 从太极拳 角度来说呢 它叫 有朝暑 而建物 董静 有董静 而借记 神明 也就是说 从朝暑 董静 神明 从太极拳的 从道家的角度来说呢 是 技法 心法 无违法 不拘于 你动作 那么 所以呢 所有的动作 都可以变成是 站桩 所以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呢 就是说 它这个正单边 它的目的是 把 整个身体 心量充分的 打开